欢迎锁定今晚十点不一样 我是叶佳荣 上来关心今天下午台铁自强号的列车 在花莲何人隧道内撞到落石 导致司机员骨折跟八名乘客受伤 而车厢一度陷入黑暗 不过大约500名的旅客在事后也都安全撤离 列车车厢内突然漆黑一片 只剩安全警示的亮者 台铁229车次 21号下午4点50分 在花莲崇德和何人区间的何人隧道内 突然停住 原来驾驶室被落石击重 110接获通报 所长率员于下午5点19分赶赴现场 上行的229次 在何人附近 何人车站附近 因为落石砸破了我们驾驶室的玻璃 是我们司机员 那个脚有受伤 被落石打动后 机车头出轨 刺激员古车之外 还有6名旅客轻伤 事发第一时间 他们有在车厢内 找寻医护人员或医生 由于适逢周五列车满座 车上旅客约500人 大家听从指挥 鱼贯的拿着行李往车门前进 而是隧道内 因此旅客下车一脚踩下去的就是铁柜 高度落差大 必须要特别小心 别摔着 由于隧道漆黑一片 有乘客头绑的灯带帮大家照明 自己反身下车 走在隧道壁和列车之间 其他乘客则用手机的手电筒 照明脚下的路 我们要从花莲另外派司机员 跟检车人员过去看 第一个优先把司机员送医 再来看车辆的状况 能不能继续行驶 如果短期间之内不行 就要办理旅客接驳 由于21号花莲有五次地震 加上现场雨势不断 可能因此造成了落实 不少旅客心有余悸 边拎行李通往安全处 边担心是否还有落实 直呼这一趟回家路危险又渐行 背着小婴儿走在泥泞之中 踉枪一下还好没有大碍 富人用雨伞当作拐杖 在远景以及旁人的搀扶下 小心翼翼踩着一个一个的石头前进 地上碎石就是台铁229次列车 所撞击的落实 而乘客只能靠着列车车灯 看清前方的路慢慢走出隧道 地主人员就有请我们开始往 先确认大家有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的状况下就开始往车下移动 开始就是走走这一个就是出这个山坡 出这个山洞然后就开始走走来这个地方 发生事故的台铁229次列车 北上行进一个隧道之后 在出隧道时撞击到落实 因此冲进新清水隧道 也造成第一车厢受损 第二车厢出轨 而这次发生事故的新清水隧道 和过去2021年4月2号的 太鲁阁出轨事件有所不同 太鲁阁事件是南下东正线 而这次则是北上西正线 两者只相距100公尺左右 也因为太鲁阁事件之后 东正线装设了落实告警系统 但这回土石流发生在西正线 并没有波及东正线 导致告警系统并没有起作用 台铁工会也表示 将会和台铁严你改善 而这起事故下午发生之后 其实也造成了很多南下的列车因此误点 而河仁道崇德段是维持单线双向通行 在场的抢救工作交给记者余品杰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清水隧道的51公里处 会在这边就是因为在稍早4点50分左右 发生了火车的意怀 那根据稍早画面我们可以发现 已经有怪手在现场赶紧的进行抢救 首先他们要做的就是清理在铁轨上面的土石 那据我们了解目前公务段的人员以及运安会都在稍早 大约是晚上9点多左右已经抵达了现场 而究竟为什么会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抢救呢 就是在稍早今天下午4点50分 这个自强号229号列车要从花莲开往树林 那这班列车呢 它是碰上了土石流 第一节车厢冲撞上了土石流 导致说落石是砸中了这个车窗 让这个驾驶的右手轴是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还好车上其他的乘客都没有大碍 只有8名的乘客是轻伤的情形 目前的伤者都已经送往慈济 以及门诺诊所医院来进行抢救 只不过说二节车厢也因此出现了出轨的情况 那么现场也赶紧在下午5点左右进行了一级小组 组成了一级小组要来救援 目前来讲以这个和人到崇德路段 是以东正线单线双向来进行通车 那现场也紧急的进行抢修工作 根据我们了解 他们说今天晚上可能会通宵来进行抢修 而我们也实际会留守在现场带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代表时间交还捧 二乌战争最新的进展 来看到现在乌克兰逐渐找到来反击俄罗斯的节奏了 而美国其实也放宽了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的限制 过去大部分是使用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的领土 不过现在放宽到 只要是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展开攻击 不管他们在哪里 就算是俄罗斯本土也一样 乌克兰都可以使用美国的援助武器来直接反击攻击 另外白宫也证实 他们打算优先把像是爱国者防空系统 跟其他导弹提供给乌克兰 浓浓黑烟不断向上窜火势猛烈 俄罗斯多地都有另有场燃起熊熊大火 从黑夜烧到白天 这可说是乌克兰最新一波攻击成果 莫斯科正在报道了一阻碍的乌克兰的架子 在隐蔽和西方的俄罗斯 官员说 在乌克兰在乌克兰的地方 俄罗斯声称 击落了乌克兰18架的无人机 以及6艘的无人船艇 而乌克兰这一波攻击 都瞄准俄罗斯的油厂和电厂 俄罗斯则在前线报复 以自走炮加大火力 乌克兰哈尔科夫外围仍有激烈交火 当地一间家具大卖场 就被三枚炮弹击中 整座卖场都已经烧到焦黑 这让乌克兰更加大呼吁 要有更多武器保护领空 像是美国的爱国者飞弹 现在就获得白宫保证 所有美制爱国者飞弹 会优先提供给乌克兰 罗马尼亚也加码 会援助乌克兰 一套爱国者系统 不过白宫也保证这项安排 不会排挤到台湾的需求 眼看乌克兰的武器需求 陆续到位 俄罗斯总统普钦 与北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协议 等同是为了确保日后 但要公印无余 还和北韩互相承诺 只要有任意方遭到侵略 都会援助 这让南韩是非常不满 南韩随即就宣布 重新考虑直接军援 乌克兰致命性武器 这让普钦也撂下狠话 事实上尽管南韩法律 禁止对冲突中的国家提供武器 但是在去年4月 南韩总统尹熙悦出访美国前夕 就曾经向媒体暗示过 考虑直接军援乌克兰 而且在去年4月12号 南韩及美国媒体都曾报道 南韩与美国已经达成协议 要出建美方50万发 155公里口径的炮弹 使得美国在提供乌克兰弹药上 有更多弹性 而且南韩力拼国防输出 丹麦 挪威 波兰等北约成员国 都是南韩军武的大买家 如今俄罗斯与北韩关系升级 南韩更是气到召见俄罗斯 驻南韩大使 只是普京这趟亚洲行 就是要拉拢盟友与欧美对抗 批评北约首已经升向亚洲 威胁到俄罗斯 美国也没再客气 派出了AC-130J炮艇机 与南韩空军F-16实弹演练 向地面目标发射GPU-12 雷射导引炸弹 还有AGM-114空对地飞弹 互不退让 俄罗斯则持续以各种名目 抓捕在俄罗斯的美国人 一名美国与俄罗斯 双重国籍的芭蕾舞者克兴亚 就被控犯下叛国罪 只是因为向援助乌克兰的机构 捐款了51.8美元 就被俄罗斯逮捕 还可能被重判20年 另外还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格什科维奇 也被俄罗斯指控犯下间谍罪 现在这两个人都已经成了 美俄斗法之下的盘盘筹码 TVBS新闻综合播斗 朝鲜半岛边界也不太平静 再度传出了枪响 是一名北韩的士兵 他疑似是迷路 所以走进了两韩的非军事区 引发南韩军方来鸣枪示警 而这已经是这个月 第三度有士兵互闯边界了 再加上北韩的脱北者团体 最近有不少的小动作 南韩媒体就发现 北韩的边界疑似 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 分析认为 北韩很可能是要阻挡国民叛逃 边境又有士兵越界 让两韩交界前线 刚少周四再度绷紧神经 南韩士兵速速明枪驱离开大声宫市警 这已经是 即9号18号后 本月第三度由北韩士兵侵犯军事分界线 这次违规入侵20公尺 南韩军方分析认为 应该是不小心在灌木从迷路 不是刻意乱闯禁区 尤其北韩从4月开始 在边境周围进行施工作业 难免方向研判错误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 北韩在临近河流砍伐 埋地雷都是控管困难的地带 一次要阻止民众靠近甚至叛逃 现在适逢南韩脱北团体 平平空飘 心占气球 扰乱民心 昨晚10时尽��터 자정 사이에 경기도 파주 지역에서 북한으로 전단 30만 장을 대형풍선 20개에 나눠 날려보냈다고 밝혔습니다 脱北者柔行公事 宣扬民主 美好 周四投放5000个USB 和3000张 印美元 钞票到北韩 当然惹得 金氏政权 不开心 领导人 包妹 金宇正 再度透过 朝中社 开枪 北韩洋言 采取 暴富 暗示 更多 垃圾气球 也会飘往南韩 你来我往的空头战 恐怕只会 加深朝鲜半岛 两国对立 TVB新闻 而南韩的另一个危机 就是少子化 甚至已经 变成了国安问题 因为连续53个月 死亡人口 都是大于 出生人口的 等于全国的人口 持续在自然减少 平均每位女性 生育的子女人数 是0.72位 球者就很担心了 我们看年轻的人口 比例是不断的在下降 这可能会影响到 南韩未来 整体的劳动力 也会严重拖累 南韩的GDP 而像今年 南韩就因为 高通膨 高利率 跟高租金的 三重夹击 导致很多 首都商圈的 小型店家撑不下去 像今年第一季 就有五千多百家的 餐饮业者 因此卸业 首尔江南区 原本热闹的商圈 变得冷冷清清 放眼望去 许多店铺 都贴出招租广告 包括现在呢 随处可以看到 空置的店铺 就像我旁边 紧邻主干道 连这四家商铺 都是带租的状态 包含首尔西北部的 新村商圈 也有类似的情形 媒体分析 这是因为高通膨 高利率高租金三重因素夹击 导致小资本店家 生意做不下去 南韩餐厅先是2020年 新冠期间大受打击 当时第一季歇业数量高达 6258间 之后情况好转 没想到今年又出现惨况 第一季关门数字达到 5922间 南韩生产者物价也呈现 上涨趋势 不过通膨年增率其实有放缓 5月来到2.7% 至于不计算食品和能源等核心 通膨年增率也稳定下滑 然而南韩央行本月报告又显示 南韩人涉及食衣住行等 基本生活需求成本 其实仍比经济合作际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平均值高出60% 薪资赶不上物价 导致南韩人信用卡贷款余额 达到40兆韩元 又创历史新高 偏偏首尔的公寓价格还在攀升 种种情形 人无助 年轻人成家生子 南韩现在每年第一季 总和生育率变化 也是一年比一年低 从2020年的0.91 降到现在的0.76 目前南韩的人口数 基本上已来到死亡交叉 南韩小学因此人数越来越低 当地政府只好改为设立分校的模式 在部分地区设置规模更小的小学 这种小型小学预计将越来越普遍 计划到2025年首尔就会有78所 为了改善少子化问题 南韩政府加进推出更多的 区计划进行政策 买房贷款优惠 买房贷款优惠减轻生活负担 南韩政府表示 以首都圈为中心的住宅计划中 未来将有70%左右优先提供给新婚夫妇 或生育家庭 种种力多就是要让民众愿意成家 否则长久下来人口结构老化 酿成劳动力不足 将严重打击国家经济 谢谢新闻 送货道 而不止南韩有少子化的问题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而其实各个县市 希望能够给女性更多幼婴生小孩 都寄出了生育补贴 每个县市的金额 大概是落在一两万左右 不过云林县 它的补助力道是最大的 第一胎会给到六万块钱 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成效 我们从新生儿的出生登记人数来看 在云林市逆市成长了 不过学者就很担心了 云林的成功 其他县市恐怕难以复制 如果我们一昧的只是在给补助的话 那最终就会变成千户口比赛 所以更重要的是提供完善的育儿配套措施 跟创造对家长来说 友善的职场环境 这个是我双胞胎宝宝 然后他们之前去拍朋友 带领尿布品牌的小广告 当做小小的模特儿 开心分享五个月大的 双胞胎宝宝们的日常 新手妈妈Helen 对于育儿一切都还很新鲜 不过在怀孕时 就得开始为他们做准备 目前请领的是 从卫福部这边的津贴 所以是每一个月 会有一万亿的补助 另外会是一次性的 包含我自己 老保的生育的补助 然后还有县市政府 新竹县这边的 针对双胞胎的补助 实际上请领的补助 一个月平均下来 大概会是一万五 不过伤心家庭 再加上没有后援 一次要托育一对双胞胎 保姆费用不只加倍 平时的生活开销 也比别人还多 我觉得生小孩 真的很像是新手 入丛林打仗一般 所以不只是金钱上的支持 包含说我们劳力上 心力上 知识上 还有整个社会的理解度上面 都会需要有支持 所以举例来说 如果像是我们新手爸妈 在养小孩 那很需要 就可能会有一些 产后忧郁的状况 或是家庭的冲突 各县市政府 大多也是以一次性的 生育津贴进行补助 从一万元到最高六万元 目前津贴 发放最多的 则是云林县政府 只要在2024 以及2025年生产者 第一胎到第三胎 生育津贴再加上加码的营养金 可以领六万元 第四胎则最高可以领13万元 我们也看到这几个月来的成果 我们一统计 一到五月份 云林县我们在 跟去年的这个同期来做比较 去年112年1月到5月 我们的这个新生儿出生登记 是有1344位 那今年113年 一到五月的新生儿出生登记 总共有2119位 成长率是高达57.66% 那我们相对于 相较于全国的 这一个一到五月的 这个出生登记的这个人数 全国是较前一年度 是减少了 减少了2.88% 云林县政府 两年六亿元催生万宝龙计划 确实让新生儿出生登记人数 逆势成长 但仅限于云林县 学者也担心 只是沦为县市间的 签户口比赛 但是研究告诉我们 生育津贴 它可能只会让原本 想要生育的家庭提前生育 并没有办法提升整体的生育数 所以它对于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是有限的 2022年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它委托的一份研究报告 它是做了跨国的数据分析 那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结论是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 能够有助于女性 将工作跟家庭结合的政策作为 它是最能够能促进 生育育认的关键作为 富裕国家新生额稀少的状况是越来越普遍 以当前的数据来看 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平均一生 只会生育1.6个小孩 也就代表在没有移民之下 每一个世代的规模都会比先前小四分之一 外媒指出从1990年以来 美国总出生率下降 一半以上是19岁以下 女性生育率降低 但如果要针对性的奖励 也会让遏止青少年怀孕 以及鼓励女性学习和工作的努力倒退 因此应该解决的是 生育的女性不需要在职场和家庭做选择 现在台湾运营价的困境在于它太难用了 它只能以快仲为单位 以月为单位来使用 但是确实对于育儿家长来说 非常多的状况是突发的状况 家长失料的请假的单位是以日来计算的 甚至是如果有家长他想要更好的兼顾工作跟家庭 他失料的单位是以小时为计算的 例如增加公佑的比例 降低育儿成本 以及修改育婴价让职场更友善 毕竟政府为了刺激声誉 也就必须倾听人民心声 TVS新闻和将里研制些单词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